金周刊 《金周刊》1996年創刊 其實金周刊不只是只有財經而已 是從今天看到明天的意思 大家如果可以回顧我們去年的報導的話 我們其實做了一個深入的吊牌 發現台灣海洋環境真的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有一些歷史的因素造成我們海洋的污染 包括垃圾處理廠現在其實還有一些 在海岸線旁邊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來源 隨著河流流下來到海口的那些垃圾 其實也是疫情爆發之後 外帶外送的氣氛很盛 台灣就用了18億杯的飲料杯 其實這些因素都會讓台灣現在 海洋廢物的議題會更嚴重 以前我們就報導完就算了 可是我們這次想要做更多 我們一直希望更關懷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一直希望更關懷台灣這塊土地 那我們也推動很多系列做ESG 或各政府單位做SDGs 我覺得我們自己應該也來做 所以我們才今年特別發起一個翻海行動 翻海行動意思很簡單 台灣就是海洋國家 但我們在海本來不是這麼剛的 我們希望把乾淨的還還給台灣 1095是代表我們希望用三年的時間 來解決台灣海費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的海費不是在海灘而已 只是在海面上在海底下 只有海費的存在 第一年我們希望先從海灘開始 所以我們會號召淨灘行動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淨灘 第一次做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撿到很多打火機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塑膠袋 寶責品之類的 天啊 這是超多垃圾的 而且很多都埋得很深 我們自許自己是在地的恆星 那我們希望家鄉的美好就是我們的責任 用這樣的DNA跟這樣的核心價值呢 這一次我們來參與了 金秋刊所舉辦的淡海行動 然後今天也號召很多的個人或是企業 一起來淨灘 讓沙灘變得乾淨 可是我覺得是只有一次淨灘是不夠的 是要大家一起持續努力 而且不只是淨灘 而是要從塑源開始 就去減少塑膠的食用 好好愛地球 好好地愛我們的沿海線 更重要讓我們的海洋被得乾淨 我們是個海洋國家 我們親近我們的海洋 大家讓這塊鼓勵變得更美麗 我們現在清了大概2500公斤的垃圾 然後我們回收了大約9300個寶特瓶 我們也希望說到循環經濟 這些寶特瓶我們做出了2000雙的藍白托 那三年的目標呢其實是1萬雙 所以我們還有8000雙要做 還有很多的海飛垃圾在收集 它已經真正影響到我們的後代了 所以對金秋刊班長的動作 我們覺得非常支持 而且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不僅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整個未來的後世代 在自己思考這件事情 在疫情爆發的這一年 我們也有號召了這12個不同的團體 來參與我們的行動 我相信這是不夠的 我們不希望說只有海灘上面的垃圾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以海面海底 可以一起清過來 第二年如果要朝這個海面垃圾出發的話 我們就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忙 跟力量 那我們也結合了戰 然後我們也結合東華大學 轉船隻啊 或是其他設備都能夠參與 希望能集結更大的力量 讓海面的垃圾能夠做一定的處理 台灣現在不管是能源轉型 或者是這個ESG整體的發展 我們又碰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以前我們會站在比較批判的觀點來去 希望整個社會往好的方向走 可是我們如果說能夠在正向力量推動上面 能夠多進一份力量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媒體最重要的責任 像京都看這樣一個從資本出發的媒體 都能夠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團體 或個人或是更有力量的組織 能夠號召這樣的行動 每一個企業大家貢獻一份力量 自殺成卡 慢慢整個我們所在的海岸線 我們的家園會變得越來越漂亮 如果你覺得對的事情 就可以多跨出一步 只要你動了 我相信就會發生一些影響力 我覺得發生一些影響力 就會產生改變 積少成多 希望大改變就會在不遠處等多 先別再想清楚 我們下期望 1,2,4,4,5,5,5 詞易拍攝 2,5,6,5,5,4,5,0 4,5,6,6,5,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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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7,6,0